大家好 咱们讲啊 这个清朝的时候呢 民间是活跃着很多秘密帮会的 最典型的呢 就是鸿门 包括之前呢 咱讲过的曹帮等等等等 可以说啊 整个清朝是民间秘密帮会高度活跃的时期 当然了 朝廷对这些帮会呢 是严防死守 所以这些帮会主要在乡村活动 很少进入城市 但是1853年有一个叫小刀会的组织突然崛起 甚至差点打下了上海 由此呢 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变故 不但改变了上海的面貌 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今儿啊 就聊了他的故事 这小刀会的历史啊 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 一开始呢 是一个民间自发 以图自保的这么一个组织 没有任何呢 政治企图 大清虽然对社会监管是空前严密 但是对于老百姓的死活 基本上是不管不顾 尤其是那些经商之人 走南闯北 真遇上个打劫的 倘若没有抱团形成的自保组织 那就是叫天天不灵 是叫地地不应 自认倒霉 所以呢 为了经商的时候活命的需要 走南闯北的商人呢 自背小刀 以求自保 久而久之 不同地区的商人之间 就形成了这种秘密的武装护卫团体 叫小刀会 小刀会的成立啊 没有任何政治企图 跟反清复明呢 更是毫无关系 但是后来这个民间商团啊 生意越做越大 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 朝廷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彻底放开 贩卖这玩意儿呢 是暴力 眼红的人就不少 光靠这个小刀会 已经难以保护鸦片贸易的安全 所以不少地方的小刀会就投靠了更大的帮会势力 比如鸿门 而且呢 也接受了这个鸿门反清复明的主张 与同时呢 随着上海厦门这一系列港口对外开放 鸦片贩子云集到这些港口 自然小刀会的势力呢 在这些地方也迅猛发展壮大 根据统计到1850年代 上海光是加入小刀会的就有8万广东人和5万福建人 本来这事儿啊 到这一步 这小刀会呢 就是一个地下组织 没有公开跟朝廷对着干 但是到1853年呢 事情开始起变化了 这一年三月 长毛势力迅速发展 占领了南京 大清的曹运完全瘫痪 商户生意歇业和洋商的进出口贸易限于停顿 上海的敏越级小刀会工人和水手 一下失去了生计 开始躁动 与同时呢 由于交通阻塞 市面上的部驾大跌 上海周围的农民呢 历来是以织布为主要营生 损失非常惨重 但是官府催逼田赋日慎 这样一来 农民周立春等人呢 就开始聚众抗粮 用锄刀镰刀跟官军搏斗 还派人呢 在上海附近四处活动 联络小刀会成员 希望团结起来呢 对抗官府 这么一来 小刀会聚众启事 事情呢 就完全成熟了 到了八月初 上海小刀会首领刘立川等人以一星公司为名 发布通告 宣称官府残暴不仁 即日起呢 开始举兵讨伐 小刀会成员以红布裹住脑袋 市面上所有的红布被抢购一空 这么大的事 上海官府茫然无知 八月五号呢 小刀会在上海城中四处启事 城门巡街的官兵呢 都被小刀会成员事先通报 早已逃之夭夭 小刀会呢 就控制了上海城 就这样 小刀会几乎没奋一兵一卒 没费一枪一弹 就占领了上海城 甚至呢 洗劫了上海海关 获得了海关公费二十万银元和几门大炮 接下来呢 就建立了政权 刘立川建国号 自称大明 封自个呢 为天下招讨大元帅 接下来怎么办 联络在南京的长毛贼 以图抗清 刘立川呢 派出密使前往南京 请求这个洪秀全罩着他 但是呢 被洪秀全给拒绝了 因为小刀会不禁止偶像 不拜上帝 奉明朝旗号 甚至呢 吸食鸦片 这都是跟这个长毛啊 理念背道而驰 长毛当然没有理由帮助这么一群人 而且当时长毛定都南京之后 就逐渐陷于内斗 实在没有精力支援小刀会 如此一来 小刀会的外缘完全断绝 只能靠自己呢 抵抗清军 清军收拾长毛有点难 但调集兵力对付小刀会 这手拿把钻 张飞吃豆芽嘛 小刺 几个月之后 清军调集了两万士兵 进攻上海 小刀会这边呢 不到一万人 怎么看都应该是清军摧枯拉朽 迅速平定的事态 但是呢 真不是那样 清军将领统兵无能 扰民友方 清军在上海城啊 群寻不尽 还去骚扰上海城外的洋人租借 结果呢 英国人不堪其扰 出动了两百名水手和美国人组织的一百名志愿者 一起向清军大营进攻 他们在一艘英国军舰的火力支援下 以阵亡两人的代价 使两万清军全部被击溃 几乎是围攻上海的作战 半途夭折 按理说呢 这洋人赶跑了清军 小刀会应该赶紧跟洋人攀上关系 但是小刀会呢 不但没这么做 反而纵容不下 破坏洋人的教堂 如此一来 他们在洋人眼里是个什么物件 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法国在上海是有租界的 而这法国自诩为天主教的保护国 你敢破坏教堂 这还得了 眼看法国这个态度 朝廷抓住了机会 在过去上海租界的行政权和海关管理权 在清政府手里 朝廷赶紧找法国领事谈判 放弃这些权益 换取法军 配合清军在上海的围攻行动 法国领事是一口答应 不但允许朝廷在租界内构筑长墙 封锁小刀会的武器走私 更是直接派出数百名水兵和陆战队协同作战 这几百法国兵的战斗力比那几万清军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有他们的驻阵 这小刀会很快就陷入绝境 到了1854年底 小刀会聚首的上海县城 粮食断绝 刘立川等人只好率众突围 在突围战中被打死 其余的部众坐鸟受散 于是轰轰烈烈的小刀会占领上海 就以失败告终 当然了这个朝廷肯定不能善罢甘休 等他们进入上海县城之后 借口搜捕小刀会的残余会党 对县城民众展开大屠杀 死者上千 很多富户眼瞅没了活路 就纷纷跑到了租界避难 租界这边的洋人呢 眼看朝廷如此无能 而自己在上海的武装力量 也就是一些水手 一个小刀会就搅得天翻地覆 往后如果长毛进犯如何处置 瞅着清政府指望不上 洋人们就只能自救 一来二去就成立了一个自治委员会 这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公布局 正是这个组织成就了 大上海实力洋场的繁华 除此之外 小刀会事件之后 大量中国人到租界避难 他们住在哪 就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租界内的洋人房地产商 就开始大量兴修出租 住房和弄堂 房租就很快成了租界最主要的税收来源 租界当局当然对此是大家鼓励 一开始这些房子主要是简易木板房 后来融入了西洋建筑的理念 加砖墙承重 由此就造就了上海滩别具一格的石库门建筑 这些建筑现在也不少保留了下来 成了上海的历史遗迹 算是小刀会给历史留下的固定记忆 小刀会从兴起到覆灭 看似非常偶然 其兴也薄焉 其王也忽焉 但其后一个很核心的规律 在于民众对秩序的渴望 一开始的时候 小刀会成立就是维持商业秩序 这样的民间组织自然有存在的必要 到后来占领上海之后 干的事是大肆破坏秩序 这就动个它的根基 自然就决定它们是藏不了的 好了 关于清朝小刀会的故事 咱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